听到这里民众或许感到混淆 到底政府是否完全废除死刑呢 强制性死刑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念 来听一听法律界人士怎么说 以前有某一些罪行如果定罪了 法官没有选择 法官一定要判死刑 废除这个强制性 就是说法官还有选择的预计 就是看那个特别的案件的情况 所以有一些案件的情况 看情形会不恰当 或是过于苛刻 那么法官就可以说 把它变成终身监禁等等 目前我国一共有8项法令的32项条文 涉及死刑刑罚 其中有12项条文是强制性死刑 剩下的20项条文则是赋予法庭主量权 是否判处死刑 换句话来说 在相关条文之下 死刑并不是唯一的刑罚 还可以包括监禁和罚款 而如今政府说明废除的是 强制性死刑 继续保留死刑 一旦国会成功修法 法官以后就能够针对个别案件 做出公正的裁决 这一项突破性的改革 能否更好地体现司法正义 尽而减少远案的发生呢 就是说如果罚款觉得该定罪 但是还有一些疑点 这个在这种情况下到底 应该不应该判死刑 那么罚款就可以 今后就可以说 选择不要判死刑 因为你要知道冤案 你判死刑 那个人如果被处死之后呢 才发现是冤案的话 已经太迟了 如果那个人是终身监禁的话 有冤案的发生 他还有一天可能有 有满案的可能性 如果有些人觉得 以牙还牙是正确的话 他可能就觉得有欠公平 如果不是这样子看待 法律上的惩罚 因为有些人是不觉得 有以牙还牙是公平 或者必须的 因为即使你把一个人处死 也不能使到 他的受害者起死为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